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禁军营 十一月八日至十一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全会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 埋头苦干 永逸前行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不懈奋斗 正是在建网之来中 百年大党从历史中汲取 走向未来的智慧和力量 千秋伟业 离不开先进的思想理论 指引航项 会议召开期间 从首都北京到万里边海防 从临海高原到戈壁大漠 从指挥中枢到衍兵一线 全军官兵运用版报电子屏 网络新媒体 报刊杂志等多种信息渠道 采举集体学习 个人自学 交流讨论 撰写心得等方式 认真学习全会精神 北部战区海军某 护卫舰支队组织官兵 收看十九届六中全会直播报道 激藏军军某边防团 港八边防营官兵 在海拔5592米的雪山哨所 学习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火箭军某基地官兵通过 解放军报 学习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京江军军某团理论宣讲 对在官兵休息间隙 为他们讲解全会精神 武警黑龙将总队官兵 开展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活动 东部战区海防某旅官兵 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重温入党誓词 武警这将总队杭州支队官兵 通过广播收听会议精神要点